欢迎收听矽谷华人电台今天各项晚间节目 真诚电队听众 完整财经资讯 尽在财经天地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可视关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快速成交 哪里有 这个是Googain 怎么能帮你 重新贷款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Googain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乐 今天是12月21号 那么在圣诞节的前夕 这个可能是一年之间 最令人感动和心动的节日假期 那我们在今天晚上 上半场替大家邀请到的嘉宾 他是矽谷本地最大的贷款和地产公司 Googain的VP Hong Hu 欢迎你 你好 矽谷华人电台 听众朋友 大家好 在这次节日期间也先公祝大人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谢谢你 Likewise 说到贷款就不得不让Hong 来跟我们讲一下 最近市场上发生的变化 尤其是自从在12月份的FOMC的meeting 会员一直同意在12月不加息 并且使出了非常强烈的话语 就是说可能在明年3月就会降息 明年可能会降息三次 这个消息太振奋买方入场了 对于贷款的市场又是怎么样一番光景呢 对 其实对上周三的美联储会议 其实我是保持一种非常疑惑的状态 虽然说FOMC会员 他们一致同意将基准利率维持在5.25到5.5%的区间 保持不变 那他们同时呢 也确认了 他们会评估额外加息的程度 他们的确是有说这句话 但是呢就像您说的 那市场呢 其实利息自会议以后下降了其实很多 那明年没有降息 但是市场利息却降了 其实一切都是因为巴威尔 就像您刚刚说的 他在上个星期美联储的会议报告里面 展示了一张明年降息的一个图表 点阵图 就是没错 他的降息途径 那一改他之前提出的高利息 会维持一段时间的说法 那这个图表呢 这个点阵图呢 就是也是显示了预计在2024年呢 会有三次降息 总共可能会降75个地点 那预计2025年呢 会再降息四次 那这可谓是给市场注入一记强新增的 那股指直接创新高 大量资金涌进股市 所以说呢 大家不难看出哈 利息就是我们房地产利息的走势呢 其实跟股票是一样的 它是对将来的一种预测 就在上两个月前 美联储还在发表对将来继续加息的不确定性 那导致利息狂涨到8个percent 那忽然之间呢 就在圣诞节前呢 就给大家来了一个大惊喜 对不对 直接推出了明年降息的路径 那没等明年降息 那开始那个市场的利息 直接大幅下降 现在已经到了7个percent以下了 那所以说呢 美联储啥都没干 光靠嘴就能把市场搞天翻地覆 那炮卫尔这个忽然放割呢 其实是我相对来说 是相对令我难以置信的 因为通胀 现在其实还在高点 那虽然说最近的那个通胀指数 的确是有点下降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在最近的CPI数据显示 11月通胀没减反增 那是那按照之前美联储态度 应该是继续加强 抗通胀的结晶才是 那所以说呢 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哈 我们大家不能盲目的乐观 那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 美联储的官员 又会继续用嘴炮 再颠覆市场一回 你这个形容词 还有动词实在是太贴切了 所以最有力量的人 什么都不用使 只要他有高位在身 用嘴巴来动一动 市场就被他影响 是没错 那不过呢 我相信这次呢 很多投资人 对鲍威尔的讲话 是喜而乐见的 那这次鲍威尔呢 不仅帮助股市 推入了新高 又帮自己新发售的债券 找到了买家 那相信呢 这也帮助了许多 大量投资于政府债券的银行 挽回了他们账面上的 收益率的负面影响 那我再回续想想 如果说硅谷银行 能挺到今天的话 也就可能不会倒闭 也不会有倒闭的问题了 哎呀 对呀 还有signature bank啦 等等的 对吧 是没错 而且呢 不仅仅是银行 很多用退休 投资组合的人呢 也是大量 继续 投资于债券 这使得那些处于退休状态上的老年人呢 短期内 拿回了他们的损失 嗯 那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前两年 在被美联储不停的横横的抽耳光 那忽然之间他告诉你 明年他会给你个填藻 那他只是一句话呢 就让你高兴的上串下跳 所以说呢 你投资理财 赚多少 亏多少 都在于美联储的一张嘴而已 哎呀 那他们可能什么都没做 就让你的资产 增值或者是缩水 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收听 收听我们的节目 帮您把握数时机 如果大家有任何贷款问题 或地产问题的话 也欢迎随时联系我 408-636-5477 好的 如果听众朋友 有任何的贷款和地产的问题 请随时联络 轰呼 408-636-5477 这个市场总是千变万化 就连那些经验丰富的基金经理人 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作为我们能够 所以我们必须要顺势而为 抓住机会 什么机会一来了 东西都准备好了 就请Hong来替我们进入市场 锁住利息 因为我们的强项就是 反正Hong会在利息更低的时候 帮我们做refinance 那我相信 现在的房地产的市场的销售 是不是你有看到 买家开始变多了 并且做重贷的人也开始涌入市场了呢 是不得不说 周恩您的直觉真的是太敏锐了 太厉害了 那最幸好原本不活跃的买家 现在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就到这个星期 买房的贷款申请就一下子翻了四倍 跟上个星期相比 那现在正好是淡季 那很多人呢 都因为假期而出门旅游 那而相对的 现在还是市场上 现在还在市场上的房子呢 都是either急着要卖 又或者是放了很久 没卖掉的 那这种时候呢 卖家就更愿意降低价格出售 而现在相对较低的议息呢 可以让买家减轻每个月月供的负担 大家想一想 现在买房子价格又贵了 那利息按照美联储的说法 它还会再降 那是不是现在买在低点 等明年降息的时候 再重新再做refinance呢 如果等到明年春季 到时看房的人又开始多了 大家都回来了 那利息那个时候也降了 那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反而会掀起一波抢房潮 就跟我们两年前看到的时候一样 那到时呢 虽然您可以拿到一个较弱的利息 但是呢 您可能要花上高价去抢房 所以呢 相比之下 大家说 是我们先应该是先以低价买房 再考虑将来重贷合适呢 还是等到明年降息之后 再去抢房合适呢 我觉得是option one 真的 肯定是先买了 因为找房子比较困难 反正重贷啊 是一定是可以的 等到将来利息比现在更低了 贷款的利息重贷 这个自己的贷款额的payment就会降低了 反而低房价的房子就找不到了呀 或者理想的房子更就见不着了 是的 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那在在这个 在这两个月的期间 其实在这一年里面 我都是 我都是这么告诉大家的 如果说你现在能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 你把房子买下来 其实你根本就更担心利息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利息到最后 它肯定会降下来 所以说 现在关键的时候 就是在一定要找到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也就是说 在房子低价的时候 尽快入手 那 所以呢 现在还在等待购房机会 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了 现在就是一个好时机 那在Google Max Pro呢 我们不仅有优质的房源 那同时呢 我们还有很多优惠的占款计划 供您选择 那 如果您是首次购房 我们还能帮您拿到您 意想不到的优惠和补助 所以说 一定要记下我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408-636-5477 哇 真的是鸡不可施 施不在来 请问在这种市场里面 Google是怎样帮助买家拿到海的 好的 到贷款的计划 特别是您刚才讲到说 您可以帮贷款的人拿到想不到的优惠和补助 请就这一些方面来给我们做一个详尽的解释 是的 在Google其实我们的方法有很多 最近一个就是非常 surprising 的一个 program 就是我们一个非常热门的贷款计划 叫红木让恩 那具体是怎么让恩的呢 首先这个贷款呢 是买自住房只需要3%的首付 并且免房贷保险 MI 就贷款人不需要 有些在不不的情况下 贷款人他如果不是首次买房的话 他也有可能拿到最优的利息 那如果他是首次买房的话 拿到的利息 比我们刚刚就是只跟我之前讲的房地美和房地美的平均利率 还要低0.5到0.75%左右 那无论你是买的是独栋屋 连排屋 或者是公寓楼 或者是两个佣内的双拼屋 均可申请 那贷款人呢 他只要是收入符合要求 或者是房子的地址 在所属的区域内就可以 那现在比较popular几个区域呢 就是在Snowfay,San Evil,San Francisco,Sacramento,Anahean,San Diego 包括Raviside 这些地区呢都纷纷在列 那这种program呢 请今天可以帮你省下至少几百甚至上千的月供 而且呢 由于这个贷款利息呢 实在是太诱人了 所以也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符合要求 所以说我在这边就不报利息了 那这个利息呢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话 我就得给大家一个大概的range 不想到大家的胃口 那最近做了一个贷款的利息呢 是低于6个percent 哇 而且它是一个30年固定 五字头都出来了 是没错 所以说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惠呢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就是利息不高 但是在这座通讯朋友 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可以跟你详细解释一下 这个program到底是怎么work的 那我的电话是408-636-5477 那就算您不能qualify这个让恩的计划呢 那我们有很多其他好的贷款计划 帮助您用较低的利息 拿到您的梦想屋 那其中也有很多program 是我们有一些program是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的 所以说请记住Google的联系方式 408-636-5477 我们在这里结成为您服务 非常感谢 在开宗民意的时候 就给我们带了这么令人兴奋的好消息 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先进两分半钟的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华一女医师刘珊武与女儿凯丽 共同创作一本新书 叫做Mask Hero 为了新书发表会来到湾区 讲述其曾祖父在民国时期 发明N95口罩的故事 是人类抗疫史上重大的里程碑 著名中医师Julie Jo 讲解中医如何在癌症治疗中 发挥积极作用 缓解病人症状并减轻痛苦 12月23、24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曼谈知性好时光 那你教育开课了 APSAT网络课程 全美最优师资团队 超过20年教学经验 帮助超过75%学生AP数学满分 超过90%学生 SAT成绩显著提升 今年3月正式开课 提早报名 想优惠哦 快与范语联络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详情请上美国范语集团 范语教育官网 education.transglobalus.com 或致电888-831-8868 888-831-8868 询问详情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王龙梅会计师事务所专精各种税务查照 集合税务规划 海外资产申报等各类税务问题 二十多年专业经验 未明省税 电话408-998-1688 或网址 oneaccumacy.com 朱丽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睡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朱丽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三十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丽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小台北plaza附近 约约电话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炸弹详情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贷款计划 对于首付比较少的买家 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大家一定要记一下这个电话号码 408-636-5477 对刚刚跟大家说的红木让恩呢 就是说您的您贷款 您供自己需要有3%的首付 它的好处就是说利息比较低 而且它是免房贷保险 就是我们说的MI 有很多买家可能会问我 我现在弯曲的房价 其实还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的 如果说买家没有办法拿到3%的首付的话 他们是不是可以贷款呢 在我们这边也有办法可以帮到您 只要您是首次买房屋主 那在Google呢 我们还有CAL HFA的买房补助计划 它最高呢 是可以给您3.5%的买价作为首付 哦 3.5% OK 是的 没错 那3.5%您可以用来支付买房的首付 或者是买房的费用 那而且这个补助贷款 贷款利息呢 只有1% 哦 是 这么低 是的 没错 当然对于首付买房的您呢 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优惠 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CAL HFA吧 那打比方 如果说你要买一个50万的房子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给你50万的3.5% 来帮您作为首付 或者是用来买房的费用 那整个贷款额呢 我们是总的加起来 我们是可以借给你超过50万的 所以说如果说您没有首付 也不用担心 只要给我们一个来电 我们一定帮你找出一个适合你的方案 帮您买到您自己的梦想屋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还有其他很多的优惠 来帮助你拿到适合您的房子 而且是可负担的贷款计划 赶紧拿起电话 联系我们吧 408-636-5477 哇 这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 最近由于利率维持上升啊 就是这个大趋势 也导致很多人拿不到贷款 这让很多人特别是自雇人士的业主 比如说是拿天奈地奈的人 都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烦恼 对于这种情况 Google有什么好的program 可以来帮助业主 来让他们达到买屋梦呢 对 完全不用担心 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实际上对来说 是房压处于一个低的时段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谓是想尽办法帮助到家 我们现在有多种不查收入贷款 那我们最近也是推出了 20%的首付自住房不查收入贷款 那最高贷款呢 可以到200万 那就连cash out的近时贷款 也可以做不查收入 而且最高呢 是可以达到70%的房屋价值 那对于投资房呢 如果说你有30%的首付 和足够的reserve 我们也推出了不查信用 不查收入 同时呢 不查银行存款贷款计划 那最高贷款呢 可以达到7500万的投资房贷款 而且利率呢 比有些传统的贷款利息还要低 那最关键的一点呢 他就他连外国人都可以申请 嗯 实在是太好了 哦 难道我听错了吗 不查收入 也不查信用 这不是Lander 最注重的两个重点吗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完全是不需要雇主 或者是收入信息 也不需要核实您的W2 不需要查您任何的报税记录 连信用报告都不需要 所以说呢 大家想想看 在Google拿到万全 拿到贷款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五年期的贷款 所以说有兴趣的听众朋友 欢迎致电Google的贷款热线 408-636-5477 408-636-5477 好 对于投资房来说 这个利息还是真的非常有优势的 这个贷款计划 还有没有不查收入 是不是也不查银行的存款呢 是的 没错 这个贷款计划 也不需要提供过去两个月的银行存款证明 哇 这么好 所以说呢 你所有的首付和reserve 都是以你申请表上 你显显的助级来做审批的 你怎么说 他就怎么相信 是的 没错 当然我们是以诚信第一了 我们希望大家还是就是诚实的填上他们的数值 但是因为有些人 他们的那个资产很难去verify 所以说这种program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那在这个里面专业术语来讲的话 是您陈述的资产 也就是stated asset 来做贷款审批 那而且这个贷款计划呢 对LLC和corporation是非常友好的 怎么说 那大家都知道 LLC和corporation就是有很多本件 他们都需要很复杂的 比如说那个corporation的resolution呢 还有这个corporation资产 资产是什么分配的啊 那有些有些corporation的钱在其中一个owner的账号里面 又有些钱在另外一个owner账号里面 是不是很烦 所以说这个program就是专门为他们定制的 所以说呢 如果有听众朋友想用公司来买投资房的话 千万不要透过这个好机会 这个贷款计划呢 资金其实也是有限的 所以赶紧拿起电话 联系我们吧 408-636-5477 以上所说的这几个program 都是由Google自己审核自己放款的吗 是的 其中有一些program是我们自己审核自己放款 但有些program也是我们可以broke it out的 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case来进去 请大家记下Google的联系电话 408-636-5477 408-636-5477 是的 如果想买自住房的话 我们当然也有自住房的不查收贷款 那完全不需要雇主和收贷款 也不需要合适w2 不需要查报税记录 那自住房呢 一到四个unit counter均可 那当然呢 要求一定要至少有20%的首付 那最高贷款呢 最高贷款呢 是可以到300万 不过自住房的贷款 就是一定要要求您的信用分 这个是一家查信用的 信用分在680分以上 当然啊 除此之外 如果说您没有30%的首付 或者是预料款不够 那Google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 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non-QM program 或者是alternate-dark program 来满足您的需求 那就像我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经常讲的 对于不同的情况呢 都有不同的解法 那下面我就来讲讲 最近比较流行的 而且利息较好的两个贷款计划 好的 那我现在说的是non-QM program 也就是我们的out-dark program 那其中一个最比较popular的 就是12个月的银行流水的贷款计划 那银行呢 我们是不需要去查你的报税记录 那underware呢 也只是只会看你 过去12个月 公司或者是个人银行的流水 来决定你的收入到底是多少 那如果说您不想提供12个银行流水呢 我们也可以接受公司 或者是您个人收到的 过去收到的1099来做贷款审核 那这个贷款额呢 最高是可以得到400万 非常简便 那最近的一个案例 就是Alan他是一个自雇的业主 在过去两年报税记录呢 他不是很理想 但是公司银行账面上 平均的收入呢 有26万 这个是可以在他们过去12个月的银行存款里面 可以体现出来的 那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只需要看过去12个月公司的流水 在外加CPA呢 或者会计师出一个证明 告诉我们这个公司的平均花销比例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作为代还审批 那不需要查税表 也不需要任何其他收入证明 那就以这个来算 打比方 如果26万的月流水 如果他的公司的花销比例是30%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18.2万来作为收入 那轻轻松松的帮Ellen拿到了一个90万的贷款买房 而且利息也不超 那如果说您是要做一个投资房的贷款 我们也可以看房子本身的租金收入 那来说贷款审批 简单来说呢 我们不需要查您的收入 不需要看报税表 那只需要您有25%的首付 信用分高于680分 就可以帮您拿到贷款 那最高贷款呢 是可以达到3个Million 300万 是的 没错 那他的算法其实很简单 只要是您把这个房子的租金收入 减去每个月的PICIA 那PICIA呢 就是Principal, Interest, Taxes, Insurance和HOA 那只要这个算法 他的租金减去他PICIA之后 大于零就可以 哦 所以没有什么门槛的限制 只要大于零不要负数就行了 是的 没错 当然对您现有投资物业呢 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帮您从房子里面拿Cashout出来 它最高的Cashout贷款额呢 也是到300万 那而且最优的一点 就像我之前刚刚一直跟大家提的 现在我们公司的Program 对LLC和Corporation是非常友好的 这个Program 这个Non-QM Program 每个人或者是LLC均可申请 而且呢这个贷款额外国人也可以使用 那外国人持旅游签证呢 不需要在美国有信用报告 就可以拿到贷款 只要你有在 你只要你有35%的首付 在美国的本土 并加上12个月预留款 就可以在我们谷歌拿到贷款 所以对国外的客人来讲 现在也是一个投资加多房产的好时机 所以贷款方法其实有很多 一定要有个专业的人帮你做分析 欢迎致电408-636-5477 哦对 其实这些我们只讲了贷款的要求 还有它的内容 还有适合的人群 但是如果听众朋友 您要想知道 以您自己的条件 现在可以拿到 interest rate是多少 这个要单独致电给哄了 就是408-636-5477 这个Program 不看收入 但是一定要看房子本身的租金 如果租金收入不够 那怎么办呢 湾区有很多投资房 都是负现金流的呀 那每个月的开销 可能会大于租金 这个时候 他们又陷入了沉思啊 这个在我们问题 这个问题在我们谷歌 又不成一个问题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Program 只要是您的信用分的 在700分以上 而且您有30%的净值 或者是首付 我们就能给您贷款 也就是说租金地月供 也可以 完全不会担心租金不够的问题 那这基本上就是逆天了嘛 只要您有30%的首付 加上一些必要的预留款 就可以获得贷款审批 而且这个贷款计划呢 买外周的房子也可以 这个贷款计划 而且是完全覆盖全美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任何想投资外周的idea 欢迎随时联系我们 408-636-5477 是的 一个好的Program 又能够覆盖全美是不容易的 那后给那些退休人士来说啊 有什么好的贷款计划 因为他们退了休 没有earned income 他们就说 哎呦 我也别这么大的野心 想还要再买不动产了 其实在Google也是行得通的 是吗 是的 没错 我最近就是有个case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他们觉得我年纪大了 我现在他们不想再贷一个30年 或者是你觉得这根本就 30年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适合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其实这种人他们贷款方法其实有很多 但是他们千万不要想30年不是一个好的Program 对他们来说 因为很多情况下 你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 你可能会考虑换房 或者是让子女过季 继承他们你的房产 那在他们这种退休人士来说的 贷款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那退休人士呢 现在有很多种退休的工资 比如说Fish Security Pension Annuality等等 这些都可以作为收入 而且呢 他们的40EK都可以设置自动取款 这个也可以当做收入来做传统贷款 如果这样收入还是不够的话 也没有关系 在Google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帮你拿到贷款 那最近就有两个实例 退休张先生 他正常收入只能拿到30万贷款 就是以他的Fish Security和Pension 但是他股票账号 加含F1K呢 里面50万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50万转换成收入 所以就帮他拿到了一个60万的超级贷款 而且利息比较低 费用少 这个这是退休人士贷款最好的选择 那如果在座您觉得查受太麻烦 我们也有另外一个case 那只要是看到您的银行资产里面 他的资产呢 只要是在完成买房贷款 或者是重贷之后 您账户里面余额有超过125%的总贷款额 您就可以在Google拿到贷款 那所以说呢 Google的贷款计划不仅是面面俱到 而且是非常全面 而且灵活的 所以有贷款需求 一定要找Google的贷款经济 您会发现有更多惊喜 请自电Google的万人热线 408-636-5477 哇 真的是全方位的服务啊 省心省时又省力 如果在座的听众朋友 有任何贷款的难题 一定要打电话给Honghu 电话号码是408-636-5477 是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Google的万人热线 408-636-5477 Google的贷款经济 已经会在第一时间 提供给您最合适的贷款计划 保证胜利平稳 满足您的贷款需求 并且非常感谢Honghu 一直以来都贡献您的effort 还有您的专业的知识 来服务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祝您假节快乐 尤其是圣诞假节 就在下个礼拜一 然后元旦也马上就要来临了 谢谢您 谢谢 是的 谢谢周乐 谢谢大家 好 听众朋友接着请收听 我访问J梗 来谈谈最近的股市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华一女医师刘珊武 与女儿凯丽 共同创作一本新书 叫做Mask Hero 为了新书发表会 来到湾区 讲述其曾祖父在民国时期 发明N95口罩的故事 是人类抗疫史上重大的里程碑 著名中医师朱里周 讲解中医如何在癌症治疗中 发挥积极作用 缓解病人症状 并减轻痛苦 12月23 24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曼谈之幸好时光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 专家诊所的徐安林 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 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 校船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4082861707 2861707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美加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波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Pertino 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好消息 GMCC推出15000免费贷款资助计划 15000是free money 适用于首次购买资助屋 这个资助不是政府的拨款 无需偿还 需要查首付 利率也很好 南北加州都可以享受优惠 贷款额最高72万6 首付比例可以从0到20% 有兴趣申请15000免费资助 请联系张力 微信 LEE13591 LEE13591 或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致爱挑选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矽谷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6.Sergeant Lane Asiton 占地1英亩 7房5全域 2半域 5490平方英尺 占地43,882平方英尺 要价998万8 980 Monterosa Drive Mellow Park 全新落成 5房5.5域 4013平方英尺 占地13,755平方英尺 要价798万8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GMCC万通贷款 矽谷最具规模的华人Direct Lender 目前推出简单快速的无收入贷款 30年固定7.5% ABR 7.79% 无需收入证明 自住房已无需负债比 FBJ各项签证都可申请 自住房第二套房无收入要求 首付40% 外国人也享受同利率 出租房则有无需租金收入的贷款计划 详情至网站GMCCLong.com 电邮info at GMCCLong.com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J耿时间 来他来为我们分析股市 诶正式的介绍 股票分析师J耿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你好J 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四 美股在礼拜四收高 昨天是大幅的下跌 我思考了一下可能是大家想 哎呦年尾要太到了 那是否这个时候干脆就落袋为安 就引起了昨天的狂迈 那么今天呢又涨了 部分挽回了周三蒙受的损失 美国第三季度的GDP增强 低于预期 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略有增加 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局明年降息的预期 帮助了美股的反弹 截至收盘 那道指是上涨了322.35 涨幅是0.87% 报37404.35 纳指上涨185.92 涨幅是1.26% 报14963.87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48.4 涨幅是1.03% 报4746.75 那这个GDP的劳动力的市场强化 对于美联储局在明年三月之前降息的预期呢 是根据芝加哥所的FedWatch的这个工具 市场预计美国在三月之前降息的可能性达到了85% 而在GDP和就业市场数据公布之前 是这个可能性是79% 那请J来给我们评估一下 今天12月21号 那么明天是22号 然后下个礼拜就是礼拜五了 就正式进入看看Christmas Rally Sendon Claus Rally 到底有没有来 就是倒数计时咯 好 我们听听J对于现在的市场 怎么样一个想法 怎么样一个分析 好吗 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个指数的话呢 就已经是年尾的时候呢 已经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了 对吧 我们在前几天的行情当中所看到的 是 对 然后呢 我今天也看了一下 这个标普的这个月线图 个指数的月线图啊 从这个MAT指标上 已经是给出了这种 这个金叉的一个信号 那么道指的话呢 这个是信号是非常的明显的 好 那么 这个信号给出来之后的话 那么短期之内的话 其实我们是应该是可以看到 这个市场局部的一个修正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呢 我们也在这个节目当中 跟这个投资者 也分析过 这个就这个技术面的一些 这个节奏的研判 还有信号的一些 一些 迟缓程度上 都已经跟大家呢 具体的这个探讨过 那么 就是说 这个等这个信号 得出我们这个交易信号 买进或者是卖出 或者是 金差 或者是史差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行情呢 已经发展到 已经阶段了 那么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指数在 三大指数 近期的一段时间内 那么大概是五周六周的时间吧 连续性的上涨 那么上涨完之后的话 现在我们才看到 这个月线图上 出现了这种 金差的信号 那么 通常的话呢 这个指数 这个指标啊 它都是有一个滞后性的 滞后 指标是之后 OK 对的 就是说 这个指标给出来的时候的话呢 总是 慢那个半盘 那么如果说投资者 根据这个指标来进行买 进行这个买卖的话 很容易出现 这个这个追高 或者是 或者是 追涨杀跌的这种 这种行情 那么 所以说呢 所以不能靠着指数来 作为短线交易的指标 不能介入指标 来作为短线交易的 这个因素 对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来讲 指标上给出我们的一个 比较积极的信号 但是短线上的话呢 各指数 在近期的行情当中 我认为呢 应该是多以 这个盘整 或者是向下修正 缓解一下这个超买的节奏 即使到了年底 您还是认为 市场的短期的未来 是盘整 往下调整 往下调整的幅度 不会太深 因为呢 从这个 中心图上来看的话 道指也好 标准也好 还有 纳斯达克指数 从中心图上的话呢 都已经出现了 这种超买的节奏了 而且超买的这个 超买的这种点位的 和程度的 程度上来划分的话呢 大概剩下的话呢 这个修动空间 大概是三个百分点左右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市场来讲 其实我发自内心呢 我也是希望 整个这个市场的 继续的发展下去 但是这是一个 中长期的一个展望了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短线上的话 我们已经来到了 这个 气连扬的这个阶段了 所以说 面临到这个 年尾 年尾 或者是这个月尾的 这个阶段的话 我认为 整个这个行情 发展到目前的 这种程度 我认为 短线上的话呢 稍微的修正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对于年尾的话呢 无非就是说 各大 各大机构的话 进行一个 仓位的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 那么仓位的调整的话 对于整个这个指数表现呢 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个打压 那么正好是因为 借助的我们之前的这一顿涨幅 涨得比较不错 所以说呢 局部呢修正一下 短线上的超买 那这样的话 我记得还 大家有没有记得 之前跟大家所提到的 年初的行情 前三个交易日 我们关注它的这个 上涨的天数和下跌的天数 如果上涨的天数比较多的话 就表示一月份的股指 我们是安了 那不对 是一年的股指 基本上就应该是安了 一年的股指 就看这三天 外面也小题大做 对的 其实大家也可以 可以在YouTube上去找 我们在 年 这个2023年年初的 这个节目当中 可以回顾一下 我那个时候是怎么分析的 我认为应该大家可以得到一些 这个借鉴 然后呢 对于明年的行情的话呢 首先总统大选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 市场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这种减息的这种声音 在不断的这个推出来 我认为 不管减息也好 这个不加息也好 都是对于市场来讲 都是利多的 是 所以说呢 同意 转间上的话 目前整个这个上涨的趋势啊 已经出来了 这个中期的波段呢 这个第一阶段 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说 所以说对于 接下来的行情呢 就是逢低介入 那么对于市场 在上涨过程当中 出现这种洗盘 或者是快速 因为某个利空的消息 出现这种快速下跌的 或者是打盘的 这种节奏的话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入场的时机 这个在大家呢 在日后的这个航空当中呢 可以重点的这种关注一下 但是整个操作方向的话呢 仍然是向上的 嗯 好 那刚才您提到 即使现在的这个盘啊 是处于overbought 如果下调的空间 也并不是太大 3%左右 您又提到逢低介入 那是不是就拿3% 作为一个indication 只要看到市场跌的 差不多是3%就入场 而不管这个所谓年尾 或者是年初 好的 短线上的话呢 我们入场的这个时机的话呢 应该是说 呃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标普吧 就是就目前的标普而言 从这个嗯 周线图上 它的合理的支撑点位的话呢 在4650点 那么现在的收盘的话呢 是在4750点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来讲的话 它整个短线上 所呈现出来的这种 超买的这种节奏 就是说线 就是说均线和这个价格吧 属于这种线价背离 这种情况呢 比较明显啊 所以说呢 而且呢 当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预示着 呃当前的这种状态 不能够呃 持续下去 所以既然不能够 持续下去的话 我们之而然呢 就会看到 呃这个 他应该向下 来请求短线上的 一个支撑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就 关注4650点 组定的一个支撑吧 啊 4650 标普500 对的 因为我们本周的话呢 本周的最高点位的话 我看一下 标普有没有 创出新高来啊 呃 基本上是跟着这个 这个1月2号的那个高点平起 没有上去 这是对于前期的阻力 进行了第一次的试探 那么呃 通常的话呢 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啊 啊 那么试探两次以后 那么这个阻力的话呢 基本上呃 对于多旁来讲 就已经比较熟悉了 那么在 这个期间的话 那么各个指数 它的这个高位的一个盘整 也好啊 都会出现了向上的 这个指标进行向上的一个修正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呃 支撑点位也会 向应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而向上的进行一个 一个跟进的 那么那样 那个时候的话 市场的话 能再一次突破 就是一个真突破的一个 真突破的一个信号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的话 呃 对于真突破的话 我们还是留到 2024年 这个行情发生发生的 对于2023年年底的话 呃 当前的这个行情 已经非常的 呃 我是非常的满意 因为呢 已经达到了我们的 年中所预期的 这个年底的一个目标 啊 这个 这个是 嗯 这个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说 对于市场来讲吧 就是不要过 过于的 这个 这个 呃 从市场呢 拿到更多的东西 还是缓一缓 然后呢 细数长流 是这样 好 刚才您提到的 4650标普500啊 距离今天收盘的点位 有96点 这 其实这个96点也不算太多 但是跟今天来相比 是下跌2个percent左右 好 非常值得 大家的参考 现在进一段 工商资讯 回来再探讨一下 道琼斯 还有纳什达克的指数 下探 如果说这个支撑 应该再放在什么地方 马上回来 华一女医师刘珊武 与女儿凯利 共同创作一本新书 叫做Mask Hero 为了新书发表会 来到湾区 讲述其曾祖父 在民国时期 发明N95口罩的故事 是人类抗疫史上 重大的里程碑 著名中医师 Julie Jo 讲解中医如何 在癌症治疗中 发挥积极作用 缓解病人 病人症状 并减轻痛苦 12月23 24 周六日 两晚 黄金时段 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曼谈之幸好时光 它不止记录着时间 它传承着 每一个美好时刻 来自日内瓦的 悠久制表传统 顶尖工艺 每分每秒 与您一同见证 百达菲利的不朽传奇 百年传统 与时俱进 写下您的永续经典 不只为了拥有 更为了世代传承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戏股销售冠军 德利昂地产 请勤奉上 六 Sergeant Lane 占地1英亩 七房五全域 两半域 5490平方英尺 占地43882平方英尺 要价998万8 980 Monte Rosa Drive Mellow Park 全新落成 五房5.5域 4013平方英尺 占地13755平方英尺 要价798万8 详情请致电 德利昂 650-785-5822 650-785-5822 GMCC万通贷款特别推出首次买房资助计划 我们为客人提供最高15000元 帮助支付买房的费用 预付地税和保险 以及买地利率 这个资助不需要偿还 也不影响利率 贷款额最高上限72万6千 首付最低可以0元 欢迎联系资深贷款经济 降马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降马 2013 降马2013 GMCC万通贷款 矽谷最具规模的华人 Direct Lander 目前推出简单快速的无收入贷款 30年固定7.5% ABR 7.79% 无需收入证明 自住房已无需负债比 FBJ各项签证都可申请 自住房第二套房无收入要求 首付40% 外国人也享受同利率 出租房则有无需租金收入的贷款计划 详情至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 at gmccloan.com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现代人的必需品 电话卡 居家生意聊天少不了 送礼自用最实际 天天电话卡 湾区最专业 代理最齐全 给您最多分钟 保证品质特优 不论您打回中港台 或每家境内 以及世界各地 还有回国卡哦 各式各样 各种选择 就在天天电话卡专卖店 天天电话卡 Fertino永和超市隔壁 电话408-253-6682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Jay你好 大家好 周小姐好 好 我们从技术图表来看一下 道琼斯 它的下面一波的支撑 应该是在哪里 当然现在市场是看涨 我们是应该要看阻力的 但是还是为了防止自己在调整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话 来看一下道琼斯 收盘在上涨了322.35点 来到了37404.35 昨天虽然剧烈下跌 也是守住了37000点 这是获利回土的人的这个卖盘比较高 来评论一下道琼斯的支撑 怎么看 好的 我们道琼的这个支撑点位的话呢 它的合理的支撑 我们从周线图上看到的话呢 是36500点 那么距离现在的收盘 37322点 大概 不是404吗 37404 404 对 有904点 对 但是现在的话呢 就是说我所看到的这个支撑的话呢 是36000 3450点吧 那么距离 目前的收盘点位 距离这个点位的话呢 大概有一个 900点的一个空间吧 900点 大概估算出来也是三个百分点不到 所以说呢 这是下方呢 2.4个percent 对 所以说呢 这个下跌的这种空间呢 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修成空间 对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这个市场来 来看的话 但是从周线图 月线图上来看的话 整个这个已经创出新高了 那么回撤 回撤的话 对于道指而言 那么它的回撤呢 就是来 来测试前期的一个突破点位 那么这个支撑性 那么从整个这个道指上而言 来看的话呢 30党成功股 市场的资金的话呢 也是非常充沛的 那么对于 控制这个单只支股票的话 还是处处有余的 所以说呢 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来讲的话呢 这个道指的这个上涨与下跌 还有的趋势性的一个 强势也 强弱势也好 那么对于整个日后的市场呢 都会 都会起到一个标杆的一个作用 好的 的确是 那来看到纳什达克 今天收盘在14963.87 可不可以就用跟标普500和道琼斯 下跌的3个percent来figure out 来calculate它的support呢 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从整个的一个 纳什达克指数表现来看的话呢 它是突破了一个 三角形的一个盘整的一个区间 那么这个突破点的话呢 在14500点 那么现在的话呢 收盘是大概是在14900点 那么大概 大概应该有一个 三个百分点左右的一个 一个空间吧 我认为这都是一个合理的一个 修正的一个空间和范围 只不过短线上 只不过短线上来看的话呢 个指数 如果说想要维持这种 强势的这种状态的话 那么高位盘整 涨跌乎线 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 就是说明天的行情 或者是 以及下周的这个 复格交易日的这个行情当中 我们就应该能够 经常的看到这个市场 这个涨跌乎线也好 或者是 或者是高位盘整 高位盘整所呈现出来的 运行节奏呢 就是说 涨几个点 跌几个点 都是这样 对 好 那听众朋友问到的是UUP 那这位朋友说 最近看到 看到一周啦 或者是月图啦 都觉得 UUP美元呢 已经开始下跌了 这个对于美股的上涨 是不是有利多的功效 好的 那么对于 美元指数的话呢 目前美元指数的话呢 它的趋势啊 它是形成于下跌的 但是从周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它已经跌到了一个区间的一个下沿 短线上的话呢 是有一定支撑的 那么月线图的话呢 这个利空呢 是比较 是比较明显 那么 可以说 美元的下跌的话呢 对于大众商品 它是有一个利多的一个作用 那么对于 大众商品的 这个黄金白云 还有这个 原油的这种价格性的一个上涨 那么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撑的 或者是积极的一个出进的作用 对于某些对于某些板块 所以说呢 所以说市场目前来讲的话 应该是很难的出现 这个大幅度的这种修正 还是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影响 对于市场 相当指数来看的话呢 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正面 的确是 OK 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问到 中国的iShare 它的代号是FXI 那么年初至今呢 也是呈下跌的趋势 那的确是中国的经济啊 还有各方面是恢复的 不如美国这么好 您对于FXI的前景的走势 看法如何 好 FXI的话呢 它和美元的走势 倒是比较 比较相近的 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FXI的话呢 昨天呢 是出现了一个跌破的节奏 今天呢 算是一个超级反弹 短线上的缺口主力的话呢 在24月 我们看一下反弹 是不是具有一个连续性 强度力的话呢 在24块2毛5 那么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它是仍然是处于这种震荡下探的 那么前期的这个低点的话 在20亿元 目前来看的话 如果是在收盘 再一次跌破23块3毛5的话 那么就可以 那么就可以比较明确了 那么该图表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要向前期的低点 20亿元 这个迅速支撑 所以说我们就关注 23.35的这个支撑吧 近期 嗯 好 那下面问到的是 UVXY 就是测量市场 投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的 一倍半的一个指数 那UVXY呢 从年初到今天 是一共下跌了58.18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您觉得UVXY值不值得来下注 因为它并不是访问 它并不是针对市场的走势 而是投资者的心态的一个指标 首先的话呢 对于UVXY来讲的话呢 它的这种操作 就是说你持有它的话 它的这种价值的话 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 Transit Value Time Transit Value 对 所以说呢 对于 目前我所对它的解读 或者是对市场的这种解读 就是说 各指数 近期的UVXY的上涨的话呢 主要是由于各指数呢 都创出了新高了 那 创出新高的同时的话呢 那么对于全期的这个空投进行回补 以及新建仓的一些空投的话 都是有一些这个都会反流的一个出现的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的市场的这种情绪 情绪性的话呢 会有一定多动 这也是短线上 DUVXY 短期之内 我们看到连续几天上涨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那么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上来看的话 尤其是从中长期情绪来看 市场是上涨的 那么也就是说 短期之内的话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情绪 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波动 有一些不确定性 但是呢 过了这个阶段的话 那么各指 大家呢 都认对于市场的话 都有 都已经是 服从于这个市场了 但是这样人这个恐慌情绪 相应的就会大幅度的减小 那么这张股票的话呢 还会向下的这种下跌 所以说呢 目前来看 各指数没有出现明显的 上这个指 上涨的这种停止的信号 或者是转向的信号之前 UVXY的话 尽量不要去碰就好了 少碰为妙 对 少碰为妙 目前还不到说 买入UVXY跟手中的这个多头 进行对冲的这种阶段 暂时呢 暂时好像不需要 好 感谢J J的微信号的ID是 JAYGENG001 JAYGENG001 请他加他的微信号 好 JAYG001 非常感谢你哦 也提前祝你圣诞佳节愉快 感谢您 好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好的 以合递25万元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您 晚安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